接下来提醒民众 夜间行经山区产业道路 要特别小心注意 瑞西乡 瑞祥村 十一陵山区产业道路 7号晚间发生了 货车与重型机车的交通事故 女货车司机 疑似没有注意到前方车框 撞上前方同行的男重机骑士 连人带车冲入路边的山沟 男骑士重伤 送医抢救后仍回天法术 7号晚间货报赶底现场的远景 在雨中处理这一起交通事故 十一陵三十九号 瑞祥村十一陵三十九号 事故现场只见蓝色货车车头撞毁 横停在山路边 相隔一步之遥的草丛山沟里 发现被撞的重型机车 严重扭曲变形 可见当时冲撞力道有多大 蓝色自小货车 它就是从山坡上面开下来的时候 因为来不及刹车撞到前方的机车 这一起车祸意外事故 是发生在7号晚间 避典在瑞祥乡瑞祥村 第十一陵的这一条山路上 警方初步调查 64岁的货车女驾驶 在刑警事故路段 疑似为注意前方车框 撞击前方同向行驶 66岁的汤信重击骑士 双方连人带车 冲入山沟 汤信男重击骑士 当场欧卡 送医急救后 仍因伤重 宣告不治 警方除了深入调查 厘清事故原因及躁折 同时呼吁民众 山区产业道路狭窄 行车应放慢速度 注意前车状况 以免汗事发生 记者是 玉兰瑞士采访报道